全世界最不卫生的十种食物 中国印度霸王一半 第一名你可能每天都吃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被那些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所吸引 却很少深究其背后的制作故事 但实际上 并非所有令人垂涎的食物 都像它们看起来那么营养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十种世界上最不卫生的可怕食物 从脚丫子制成的独特美酒 倒下水到黑工厂 炮制出来的恐怖美味 这些食物不仅能让你的肠鬼翻滚 还可能让你的食欲瞬间蒸发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印度大热电影《我和我的冠军女儿》里 那两个即将成为摔跤手的女孩 最后一次享受的印度街头小吃 就是巴尼布里 这个小小的油炸球 究竟有什么魔力 竟让人心心念念之词 巴尼布里 这名字听起来神秘 实际上 它在印度的意思就是 水翠球 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街头小吃 一般摊贩会把面粉揉成小球 放入热油炸至金黄酥脆 再用手指在球上戳一个洞 塞入经过调味的马铃薯泥 洋葱 番茄和豆类等馅料 最后 淋上特制的绿色酸汤汁 撒上一些盐和印度香料 一到巴尼布里就做好了 这时 你必须趁脆球还没被汤汁泡软 迅速一口吞下 那冰蜡酸甜的味道 冲击舌尖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这巴尼布里在印度食物中的地位 完全可以用本命小吃这四个字形容 据说在疫情期间 出行受限竟然使得谷歌印度的巴尼布里食谱搜索量 激增107% 那么 这么好吃的巴尼布里 为什么还会被称为最不卫生的食物之一呢 要知道 印度的卫生状况 一直以来都是个敏感话题 根据公共卫生协会的数据 只有53%的印度人会在如厕后会洗手 而在进食前洗手的人数更少 仅有38% 在准备食物前洗手的比例就更低了 只有30% 像巴尼布里这种食物 制作工序简单 印度人也始终秉承能上手操作的 绝不用工具的宗旨 用手指搅拌调配酱汁的大有人在 曾经有一项研究 针对德里中部和西部的小吃摊 进行过抽样检测 结果显示 这些食物中 大肠菌群的含量 竟然超出了安全限值的48倍 这或许就能解释 为什么有句话叫做 没尝试过德里肚子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去过印度 这里说的德里肚子 其实就是腹泻症 通过这种方式 制作出来的食物 第一次尝试 难免会中招 所以 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冒险的人来说 也许巴尼布里不仅仅是一种小吃 更是一种挑战自我的机会 第九名 巴鲁特 在东南亚的街头巷尾 又或者是高档餐馆的菜单上 经常会出现一个陌生的名词 巴鲁特 巴鲁特 也叫鸭仔蛋 名字是挺可爱 但它的内容 可远不止 一颗简单的鸭蛋那么简单 巴鲁特的制作相当特别 它的原材料 是一颗已经发育 14至21天的鸭蛋 那时候 里面的鸭胚胎 已经接近成型 也就是说 当你剥开蛋壳 眼前可能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小鸭子 翅膀 身体 甚至还有稀疏的鸭毛 一目了然 相较于菲律宾 喜欢吃发育14至15天左右的蛋 越南则是更偏爱发育越20天的 据说这是因为内部的小鸭形体更为明显 越南人吃巴鲁特 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随便撒点盐 胡椒或辣椒 再搭配点九层塔等香草 就能尽享美味 尤其是那浓稠的蛋内汤汁 被认为是滋补无比的精华所在 甚至有人形容 这就像在品尝一碗高汤炖鸭 只是炖在了蛋壳里 但显然 这样的食物也并非人人都能接受 有人认为 这样的吃法过于残忍 有违伦理道德 尤其是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来说 它不仅是已经受精的蛋 而且还属于未经适当屠宰 就已经死亡的生命 更不用说 巴鲁特吉还可能是沙门士军的温床 要知道 象鸭 鹅等水禽及其蛋类 沙门士军的带菌率 一般在30%至40% 禽蛋排除时 加禽粪便中的沙门士军 很可能会污染蛋壳 进而通过蛋壳的气孔 侵入蛋内 众所周知 沙门士军是腹泻病四大全球病因之一 没有经过彻底加热 非常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导致多种器官的炎症 如脑膜炎 骨髓炎 胆囊炎 心内膜炎等 但尽管如此 巴鲁特在菲律宾 柬埔寨等地依然深受欢迎 许多菲律宾人甚至还开玩笑说 不能吃巴鲁特的人 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菲律宾人 而且 类似巴鲁特的食物不仅在东南亚有 中国也有 例如南京的活珠子 又或者是东北的毛蛋 其实都是鸡仔蛋 对于这些地方的人们来说 这些食物并不是什么危险的黑暗料理 而是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美食 你能接受这种食物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第八名 飞鱼罐头 飞鱼罐头 这款来自瑞典的传奇美食 堪称全球勇者的终极挑战 每年都有无数勇者 怀揣着对美食的向往与一丝恐惧 尝试打开着神秘的罐头 却往往会在恶臭扑鼻的一刻 溃不成军 那么 究竟是什么 让这款罐头在臭名昭著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呢 飞鱼罐头的制作过程 堪称瑞典人的独门绝技 这玩意 其实是将飞鱼切剖之后 以乳酸菌为主的微生物发酵制成的 起先人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大容器里发酵 等到发酵得差不多了 再装罐密封 做成罐头 但瑞典人独树一掷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并不会像制作其他罐头食品一样 对飞鱼罐头进行加热杀菌 而是将这些活生生的发酵菌 以及各种各样的杂菌 封锁在罐头中 任其继续折腾 换句话说 这些飞鱼就算装罐密封 依旧会不停发酵 产生一系列带刺激性气味的化合物 随着罐头里的气体越积越多 气压不断升高 整个罐头变得鼓鼓的 仿佛随时都要爆炸 而这些气体 正是混合着臭袜子 腐烂肉类 以及垃圾堆积数日的臭味 堪称鼻腔的地狱之旅 说起来 这种恐怖的飞鱼罐头 还真的曾经出现过爆炸事件 2014年5月 瑞典一仓库因为一场大火 引发数千个正在发酵的飞鱼罐头 发生连环爆炸 火轻持续了近6小时才被扑灭 有的罐头甚至像子弹一样 射向百米外的民窄 现场可谓一片狼藉 这种罐头的凑气 到底有多上头呢 日本NHK曾在节目中 测量过世界十大最臭的食物 飞鱼罐头可谓一记绝尘 荣灯世界榜首 食物的臭味强度 通常用阿拉巴斯特来衡量 简称AU 这飞鱼罐头的臭味值 高达8070AU 相当于臭豆腐的近20倍 纳豆的200倍 如此强烈的气味 甚至迫使生产商 不得不在罐头上 贴上特别的防臭指南 更重要的是 飞鱼罐头的危险性 并不止于它的气味和爆炸风险 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发酵的食物 它本身就存在各种腐烂的成分和毒素 细菌和真菌的摄入 很可能会扰乱人体的正常代谢 引发各种不适 更何况 欧盟已经对外多次公布 其代奥新极多率联本的含量 远超过欧盟标准 可这终究抵不过瑞典人对它的热爱 他们不仅不断为它申请豁免 让它可以顺利上市 甚至还在2005年 为它开设了专门的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 如今这个罐头 不仅是瑞典的国宝及美食 更是全球冒险者的噩梦与挑战 每年瑞典生产的超过100万罐 飞鱼罐头中 不少都以挑战套装的形式售出 专门迎合那些不具风险 勇于挑战的时刻 那么 你又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将飞鱼罐头列入你的美食清单呢 第七名 炸蜘蛛 炸蜘蛛 这道让人毛骨悚然的美味 在柬埔寨被誉为鱼子匠般的存在 狼猪 这种黑色 毛茸茸的八腿生物 除了是一种爱好者心中的宝贝 更是柬埔寨一道 让胆大者垂涎的特色小吃 炸狼猪的诞生 可以追溯到柬埔寨历史中的艰难岁月 在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高棉桶之下 柬埔寨经历了极度的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 饥饿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各种可以食用的食材 狼猪于是也在这一时期走上了餐桌 有一说一 这狼猪富含高蛋白质 叶酸和鲜 在那个生存艰难的年代 成了填饱肚子的救命粮 特别是在肃昆 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镇 如今因这道特色菜而被称为蜘蛛骨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游客 然而 这道特色菜肴的背后 隐藏的风险却不容忽视 首先 所有的狼猪都是有毒的 即使是普通的咬伤 也会引发持续数天的不适 很多烹饪者为了避免与狼猪直接产生冲突 基本上都是以速度取胜 很多时候 从捕捉蜘蛛到上桌 整个过程往往只需十分钟 于是狼猪身上可能携带的虫卵 粪便甚至是未知的寄生虫 很可能并没有被处理干净 这也让炸狼猪急引发食物中毒和寄生虫感染 去年 新加坡主持人杨军伟到柬埔寨拍战地食谱的时候 就曾跟着当地人品尝狼猪和炸昆虫 结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 连续数天严重腹泻 但不管怎样 对于柬埔寨人来说 这道菜肴不仅是过去艰难时光的象征 还成了如今吸引游客的一大特色 据估计 每年约有成千上万的狼猪在柬埔寨被油炸 成为当地街头小贩和餐馆的抢收获 而勇敢的食客们 也不忘在品尝后拍照打卡 留下自己勇敢尝试这一另类美食的证据 让我们祈祷它们一切都好 第六名 葡萄采踏法酿酒 葡萄酒的酿造是一门充满时间韵味的艺术 而其中最具魅力的一步便是压榨 通过压榨葡萄 让果皮 果肉和果汁充分融合 这位葡萄酒未来几个月 甚至数年的发酵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所有压榨方法中 脚踩葡萄 无疑是其中最古老 最传统 也最具争议的一种方式 脚踩葡萄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 早在公元三世纪 罗马帝国的石棺上 就雕刻了这种酿酒方式的场景 古人发现 用脚踩它葡萄 不仅能有效地挤出果汁 还能保留葡萄的天然风味 尤其对于红葡萄来说 脚踩的力度 比现代机械设备更温和 避免了葡萄籽破裂 减少了过多的苦涩味 渗入葡萄之中 如今 尽管大多数酿酒商 已经转向使用现代设备 但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法国的普罗旺斯 新西兰的奥克兰 葡萄牙 西班牙和美国加州等地 脚踩葡萄依然保留着 它的一席之地 但无论怎么说 这种看似浪漫的酿酒方式 也暗藏卫生隐患 人体脚步是细菌的温床 根据科学研究 这个部位通常藏匿着 多达80至100种不同类型的细菌 虽然其中大多数细菌是无害的 但也不排除存在一些潜在的病原体 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链球菌 大肠杆菌 以及脚选菌等 乱入你杯中的酒里 在传统的酿酒地区 踩踏者在进入葡萄桶之前 通常会进行彻底的洗脚 但这彻底的标准 还真的因人而异 即便是你自己 你能保证自己的脚丫子 每天都彻底洗干净了吗 这脚踏实地的古法酿制法 可能真的会让酒体 变得更别具风味 然而 在这个对食品安全和卫生标准 日益严格的时代 我们不得不对这种 古老的酿酒方式提出疑问 但无论酿造方法如何变化 葡萄酒始终是人类文明中 一颗璀璨的明珠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五名 印度街头奶茶 印度街头奶茶 这款香气四溢的饮品 如同印度本身一样 充满了热情和神秘 无论是在嘻嘻嚷嚷的市场中 还是在古老的街巷里 你总能找到卖奶茶的小摊位 但近日 一段比尔盖茨 在印度街头品尝奶茶的影片 却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视频中的盖茨 似乎只是举起杯子示意了一下 但并没有真正喝下去 网友们纷纷猜测 这位科技大亨 为何对这杯奶茶欲言又止 有人认为 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独特的味道 但更多人猜测 盖茨的犹豫很可能与食品安全问题有关 印度街头奶茶 也叫马萨拉茶 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它的制作过程像是一场街头魔法表演 商贩会将茶叶和各种香料 如丁香 肉桂 豆蔻和生姜等 放入废水中 煮成浓烈的茶汤 最后加入牛奶和糖 搅拌煮沸 直到所有成分完美融合 这过程本身没什么毛病 可当你睁开双眼 你就会发现 许多摊贩使用的设备异常简陋 偶尔还会用手指直接搅拌 细菌和杂质的过失也就此开始 但这还不算最糟的 某些摊贩甚至会使用恒河水 或其他不明水源来煮茶 虽然恒河在印度有着神圣的地位 但其水质却让人望而却步 据报道 恒河水里的粪大长均浓度高得惊人 有时甚至达到每升一个亿 超标了整整2500倍 然而 这还只是元素周期表和恒河的冰山一角 在新德里附近流经的亚木纳河中 氰含量有时还会高达120毫克每升 再加上河中偶尔出现的各类动物身体 你很难想象这些水源会带来怎样的神奇风味 但不管怎样 印度街头奶茶的魅力 也许就在于那种无法复制的独特味道 以及在品尝时与印度文化的深度连接 如果你真的很想试试 那不妨选择一些评价较高的摊贩 毕竟你也不希望在享受这杯茶时 还要体验一场长胃的过山车之旅 第四名 烤老鼠 在大多数地方 老鼠是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生物 但在一些地区 它却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如果你有机会到访印尼的苏拉威西岛 或北苏门达腊 特别是那些偏远的村庄和街头市场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中 市场摊位上摆放着各种奇异的动物肉类 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莫过于正在木炭和火焰上烤得滋滋作响的老鼠了 你或许会感到诧异 这些老鼠到底什么来头 是驾养的可食用无菌鼠吗 那你可真的想多了 当地人捕捉的 大多是来自农田和树林的野生老鼠 当地人认为 这些老鼠吃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尤其是那些吃水果和坚果的老鼠 肉质尤为鲜美 你还真别小看这道菜 它在苏拉威西岛并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 它不仅价格远比鸡肉和猪肉贵 而且通常只在圣诞节和新年等重大节日期间 才会出现在市场上 对于当地人来说 烤老鼠就是文化和传统的象征 在许多家庭聚会或庆典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但话说回来 虽然所有卖老鼠的摊贩都会声称 自家的野生老鼠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只吃天然食物 因而肉质特别鲜美 但那又怎么样呢 全球预有一心800种属性动物 其中80%的老鼠都携带着多达200多种病原体 其中57种对人类治病 当年让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的黑死病 就是由老鼠传播的 像流行性出血热 勾端螺旋体病和狂犬病等 也都有可能由老鼠传播 更可怕的是 即便你没有把这老鼠吃进嘴巴里 上述所有的病原体还能通过老鼠的尿液 粪便和血液传播疾病 又或者通过其体表的寄生虫 如跳蚤 皮 湿和满来间接传染 因此 谁又能保证餐厅餐具 厨具等完全没有被污染呢 因此 吃烤老鼠不仅是味觉上的挑战 也是一次与疾病共舞的冒险 如果你真的决定尝试这道抑郁美食 或许你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坚强的胃 还要有一颗愿意迎接未知风险的心 第三名 臭豆腐 臭豆腐 这道在华人街头随处可见的顶级美食 一旦提起它 脑海中可能会立刻想起那一句经典的广告台词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尽管它的气味让人皱眉 但许多人一旦跨过了这道臭气的坎 便会被其独特的风味所折服 臭豆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各地臭豆腐的发酵方法早就不尽相同 有的用蔬菜汁 豆豉 豆腐乳发酵 有的则依靠空气中的微生物进行自然发酵 于是乎 臭豆腐在不同地方的风味也各具特色 在中国大陆长沙地区 臭豆腐通常被榨至外表黑如煤炭 外脆内嫩再配上辣酱 简直一绝 在上海 臭豆腐的发酵浓郁 外酥内软 配上甜面酱或蒜泥 更是风味十足 而在台湾 臭豆腐则是炸得外焦里嫩 配以酸辣的泡菜 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 然而 尽管臭豆腐让人垂涎三尺 它背后的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 却让人不容忽视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臭豆腐摊贩在一些地方 因环境问题被逐渐取缔 在香港 臭豆腐还受到空气污染管制条例的限制 甚至有食店因贩卖臭豆腐而被检控 这道臭名远洋的小吃 在某些地方已经成立一种被迫远离的美味 更为棘手的是臭豆腐的食品安全问题 臭豆腐的发酵过程依赖于酵母 乳酸菌和霉菌等微生物 然而如果发酵过程处理不当 就可能导致有害菌的滋生 尤其是在一些小作坊或街边摊贩 卫生管理缺乏 发酵环境 时间和温度的控制不到位 臭豆腐极易成为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等细菌的温床 除此之外 还有些商家为了加速发酵 或降低生产成本 可能会违规使用一些化学添加剂 或不合规的发酵方法 2003年 台湾桃园县就曾查获 大量非法地下工厂生产的臭豆腐 这些工厂环境恶劣 苍蝇漫天 污水横流 制作臭豆腐的水 甚至来自肮脏的地下水 无独有偶 2007年 大公报曝光了深圳十多家臭豆腐摊贩 使用化学染料 缩水 雨水 甚至粪水 对臭豆腐进行特殊加工的实践 类似的情况也曾在长沙 武汉等地 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让臭豆腐的食品安全问题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不少人开始疑惑 臭豆腐的这种奇香异臭 到底是来自于发酵 还是来自于巴巴 总之 臭豆腐是一道需要勇气去品尝的美食 别为了追求那一口其臭美味而落入黑心摊贩的陷阱 但也别因为臭豆腐背后的安全问题而错过这道流传百年的传统美食 前阵子 两张让人瞠目结舌的图片在网络上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照片据说是一名记者在印度街头拍到的 这种食物炮制的方式 让无数网友的胃翻江倒海 键盘上飞溅的怒火 几乎要将屏幕融化 即便是看到大叔左手的不变 也难以平息大家心中愤慨的巨浪 但就在这时 剧情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些照片 不过是从一部印度影片里截图出来的而已 那让人啼笑皆非的夜下饼 不过是印度大叔在电影里的一场戏 一次表演艺术的尝试 这个大反转告诉我们 网络上的每一个挖塞瞬间 都可能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 当然也有人认为 艺术源自于生活 照片也许是假 但行为可能是真 对此你又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第二名工业臭鱼 鱼类一直是我们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美味 也是健康饮食的象征 然而 人类对海洋的污染行为 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化学实验 每一地工业废水 每一片农药残留 每一个微塑料颗粒 都会在水域中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鱼类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 中国大陆三聚青岸毒奶粉事件 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次事件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隐秘的污染源 鱼饲料中的三聚青岸污染 2008年11月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 位于香港长沙湾的海鱼养殖场中 发现了含有三聚青岸的鱼饲料 行业人士指出 在饲料中夹三聚青岸 早在五六年前就在水产养殖业内盛行 这是因为水产饲料需要高蛋白 而蛋白源偏偏又来自成本最贵的鱼粉 为了降低成本 一些不良商家开始通过添加三聚青岸 以便在蛋白数据上造假 可三聚青岸作为一种常用于工业的化学物质 除了能影响鱼类的健康生长外 甚至还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对我们健康构成威胁 除了饲料污染 工业废水直接造成的鱼类死亡的事件 也屡见不鲜 2007年7月11日 湖北武汉发生了 10万斤鱼类集体死亡的惨剧 原因是工业废水的排放 导致了水体严重污染 鱼类难以生存 无毒有偶 2016年 越南经历了一场 100万公吨鱼类集体死亡事件 原因同样是工厂废水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导致水中氧气骤降 2024年7月 巴西皮拉卡西河也出现了20万吨鱼类死亡 这一桩桩一件件 暴露出的是工业排放对水域生态系统的毁灭性打击 如今 这大批由于工业污染暴毙的鱼类 是否会从某些灰色渠道 悄悄端上我们的餐桌 尚未可知 但不管怎样 保护水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鱼类的生存 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与安全 第一名 地沟油 油脂向来都在美食界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是烹饪的灵魂 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与口感 然而 当这种美味精华被不法之徒利用 成为黑暗料理的载体时 背后的故事却让人不寒而栗 地沟油 又称酥水油 泛指那些质量极差 来源不正的食用油 它通常来源于下水道的油腻漂浮物 酒楼剩饭剩菜 劣质肉类及其内脏 或者是反复使用过的油炸食品油 制作地沟油的过程 充满了不卫生和恶心的缓解 它不仅含有大量细菌 真菌等有害微生物 还充斥着重金属 农药残留等有毒物质 而在地沟油的毒性武器库中 黄蛆酶毒素和本病皮 堪称两大核弹 黄蛆酶毒素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致癌物质 毒性是P霜的68倍 而且极难分解 只有在2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 才会逐渐失效 而本病皮 同样是一级致癌物 具有强烈的致癌性 在日本的一项实验中 科学家将本病皮连续40天 涂抹在兔子的耳朵上 没想到40天之后 兔子耳朵上竟长出了肿瘤 除此之外 还有研究表明 环境中的本病皮含量 每增加1% 肺癌的致命率就会上升5% 这些有害物质 可以在人体内潜伏10到15年之久 随时可能引发健康危机 2010年 地沟油的黑幕在中国大陆被揭开 湖北武汉工业学院的何东平教授 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当年中国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 约为2250万吨 而实际生产的实用油 却不足2000万吨 这意味着每年都有200万到300万吨的 地沟油流入市场 调查显示 在珠三角地区的许多餐馆 尤其是川菜 香菜餐馆 地沟油的使用 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一发现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 对地沟油的严厉打击 在2010到2011年间 警方共侦破了128起 涉及地沟油的案件 抓获了700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茶火涉案油品超过6万吨 摧毁了覆盖28个省份的 60个地沟油犯罪罪网络 然而 地沟油的油行风暴并未止步于此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台湾地区也曾爆发过地沟油事件 2014年 台湾强管公司生产的地沟油事件 震惊全台 该公司使用33%的地沟油 和67%的猪油进行混合 生产超过200吨 包含地沟油的劣质油类产品 流入市场 在美食与健康的天平上 地沟油无一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负担 如果美到美味的背后 都隐藏着地沟油的阴影 那么在乡的菜肴 也无法挽救它带来的健康灾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十道最不卫生食物 哪到更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